本节目资讯由人乐医疗集团提供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勁UP论坛》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明日之星 IQ360的天才宴姐 还有我们的忠实粉丝翠翠 还有我们节目的顾问医生邓俊杰医生 欢迎欢迎 各位观众一会儿可以透过网上与我们互动 多谢大家 今集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说说手术前的do's and don'ts 今天是说手术前头吗? 不是说人到60中年吗? 不好意思,我想你搞错了 因为今天是说医学上的论坛事务 那当然是说手术的 对,如果不是叫我来说什么? 好了,不如我们入正题吧 我们已经有网上的观众提问了 是问是否可以简化手术室的核实病人身份程序呢? 没错了,而是关于效率 我们的武术一点 还有减少人手和成本 减化负责吧 我不同意 其实说什么成本效益 其实都是在计数素 那就变成了有效率没质量了 我也是帮多病人省下手术费吧 帮多有需要的人嘛 你根本就找东西来搞 其实香港已经够烦了 你还要找这么多麻烦东西来搞 我们的急市民所急啦 你这么聪明 不如你想想 怎么可以令病人不用做手术更好呢 我们用不寒治疗法就可以了 两位这么激烈的讨论 恐怕一时三刻都不会停的了 不如我们跟邓医生谈一下 其实手术前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其实在手术之前 麻醉科医生会要求病人要禁水禁食 其实就是足以所说的 不喝水不吃东西 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全身麻醉的过程里面 病人的气度会失去了 自主性的瘡吸和吞咬的反应 所以如果胃里面还有食物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吸引性的肺炎 所以一般来说 麻醉科医生会要求病人 手术之前八个小时 就不要吃一些固体的食物 而手术之前六个小时 就可以吃一些流质食物 而手术之前两个小时 其实可以喝少量清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去去广告吧 好 陈坚击 大家如果对外科资讯 有任何的查询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是啊 我们急市民所急忙 这些就是无知的观传 我还要保持你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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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观众 今天都回来跳镜 我还要保持你的网络 情细点 这些 然后眼睛也会听到 你一定会想张评 进度